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摔菜来吃 这个是萝卜叶 做谁摔 然后现在是黄黄的 这个是摔的 因为做的时候没有洗 现在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做摔菜的话有很多种的可以做 比如叶子 大白菜的叶子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家子 对 但是想起来还有西莱花的叶子 在现在还没种 到时候种了可以做点西莱花的叶子 那个很好吃 那吃起来脆脆 比这个还好吃 还有大漆菜 但是很多很多都可以做摔菜的 就说只有我们想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你把这摔菜洗洗干净 这种摔菜呢 其实很简单 也很好吃 不提提摔菜那也不行的 也有点热 偶尔都吃上一顿很好 然后拿这种摔菜来拌粉啊拌面啊 都很不错的 这些黑黑的 洗干净 刮干净 黑黑的 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家有没有做出来菜 就像 像 大城市 在城市的话 我不知道那个菜里面没做 一个也可以拍 但是我就怕有些菜是泡了药水之后嘛 做起来就不好做 也我也没试过 因为我没有买菜回来做过 都是自己家的菜做的 两天我也可以做个大包菜的 你再洗一遍 谢谢朋友啊可能就是 他们家就直接是洗干净了之后再做酸 然后 吃的时候啊就不用再洗的 把水扭干净再炒 当然每个地方的做法不同了 自己喜欢就行 像我家以前 就是说摔菜的话放到台子里面 那个辣椒啊 或者那个 泡子的 就是那个什么 土台子 摆菜里面 放起来放几天 那个辣椒 一拿出来之前脆脆的 可好吃的 想想的就可惜 配几颗的辣椒 这么多个的 不要太辣的 我们把这个辣椒 一切滴滴 切小小的 再切一下红辣椒 再切这个 青辣椒 这个 红辣椒 你看 也不多的 倒是也很辣的 我这个切滴滴 来 切起来 油 这刷刷的 来 姜 这一块的姜 这个姜 我们切滴滴 现在我要选择一点 就把配菜全部做好 再来炒 就不用急急忙忙的 下锅炒一下 炒掉那个水 这样才好吃一点 如果直接油炒的话 水都太多了 就好吃 不香 这个炒掉水器 炒掉水的时候 到时候还盛出来 带着继续炒 看这个炒起来没做 水的 看起来干干的了 因为火比较大嘛 有时候火炒个半天 炒进去 也不是半天 就有人说话也夸张 可以盛出来了 因为没水了 油 但是不多 所以就盛出来 锅里加点油 好嘞 这里都够了 将下去去炒香 辣椒 这是太到油温热了吧 炒到油温热 鸡到滋滋滋滋滋 先炒一下这辣椒 把辣椒炒到五六分熟 然后我们再把酸菜 再把酸菜下去 再把酸菜下去 这个就要炒一下下 咱们再加点盐 咱们加一点红油 再加一点红油 所以就要吃鸡肉 我再稍微炒一下下就行了 好了 出锅 美吧 看我这个酸菜 咱们的酸菜 下饭菜 外活菜 和尚菜 还肥很多的叫法 还有土菜 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吃这个和那个大铜五花热感觉差不多了 可以吃鸡肉 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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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 鸡肉 鸡肉 也好 鸡肉 elect鸡肉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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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